那你能不能爆料一下 在这个毕业之前的种种酷刑 对 但是又不适应你的时候吗 刚刚是想回家吧 你家在哪儿啊 我家就在北京 但是他回不了家 因为我们是 同两年我们是统一的一个 给他们一个宿舍 连门都不能出 我们有24小时的监控 你说他不回 其实有好多的偷溜出去 我们都知道 还有偷溜出去玩滑板 最后把舌头弄折了的呢 对 是有 但是我一般偷偷出去 打篮球吧 我怎么不知道啊 所以你溜透去过几次 使不过来 那个下面他经纪人给我记一下 那您不担心 就是在推他们的同时 可能自己的这个工作 就会减少吗 我不但减少 我基本上现在都没什么 自己的工作了 我基本上每个工作都和 都和男孩们有关 对 我吧 我吧 所以您是来牺牲自己 来成全他们吗 牺牲自己 这叫名气这个东西 要懂得感恩啊 他都牺牲了自己 成全了你们 我能不能问一个 你们问的问题都太理想 我就关心点细节 那个鸡胸肉煮白水 好吃吗 您可以试试 我不是 里面有什么佐料上面 辣椒上面的吗 有佐料啊 盐 没了 实在没味道了 就倒那么一丢丢那个叫鲜酱油 我想问一下小红 你们犯错的时候 张老板会这么罚你们吗 再试话 反正你都毕业了 可以吗 毕业了还在我这干嘛 完了 罚我们一般就是用体罚 你怎么体罚 你能别瞎说吗 说实话有 有错 这就叫反了 没有 比如说像我偷吃零食嘛 小伙伴会要求我 比如说多做一百个 复活冲作为补偿 对 就这样的 替罚 那我问一下才艺方面呢 我能倒立十分钟 真的 我不信 然后我还能倒立做复活冲 倒立做复活冲 但是那样的 这节目也就二十多分钟 你这实力 你不用十分钟 你就给我倒立做复活冲 小心一点 因为我们中间是软的那个 复活冲 两下 四下 四下 哇